各位老师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灭菌知识课堂 我是小郭老师 没错啊 本期呢我们就在北京市的动物园呢 我们今天呢 不过呢真的不是来不务正业的呦 我们今天还是会讲一些关于灭菌的一些知识 不过呢 我们需要动物园里面的一位朋友 来和我们更好的阐述一些其中的信息 到底是要找哪位好朋友呢 跟我们一起来吧 在我们常规的蒸汽灭菌过程当中呢 我们都使用的是三个大气压 134度的蒸汽灭菌程序嘛 那么在干燥阶段 或者说在前面的卖动真空的最低点的时候呢 那么那个时候的内部的压强啊 有非常的低 几乎呢是接近绝对于真空的 那么这些概念呢 实际上是比较模糊的很抽象啊 我们很难直接理解 它们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力量 本期呢 我们会通过一些物理或数学上的计算 来看一下三个大气压 或者说接近真空的时候 我们的灭菌器内部在承受着怎样的力量 那么首先呢 我们需要理解两个概念啊 一个是压力 另外一个呢是压强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当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一根手指头放在车窗外面 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感觉到风作用在手指头上面呢 有一个力量 那这个呢就是压力了 压强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这个时候如果把手 从一个手指头啊展开 成为手掌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感受到什么 瞬间作用在整个手上面的这个压力啊增大了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整体的受力面积变大了 所以说整体的压力也变大了 或者说呢 作用在每一个单位面积上的压力啊 是固定的 而当面积增大了的时候呢 那么肯定这些压力是要累积起来 那么整体的压力也就变大了 而这个单位面积上面 压力的大小呢 就叫做压强了 压强呢 一般以英文字母P表示 压力压强 以面积的关系呢 是这个公式 其中P代表压力 F代表作用力 S呢 都代表设立面积 压强的常用单位呢 是帕斯卡 压力是牛顿 面积呢是平方米 当然了压强有很多不同的计量单位啊 比如说Bar 标准大气压 ETM TOR 或者磅每平方英寸 PSI 薄米拱柱等等等等 我们最常用的呢 是帕斯卡 以及Bar 两个单位了 面积过程当中呢 内部充满了生气嘛 所以说我们今天呢 会着重而讲气压 在我们生存的环境里面 尽管我们也感受不到啊 那包括 后面这些哥们儿 应该也是感受不到的 还是有气压存在的啊 因为我们头顶 一直往上呢 有大量的空气 空气都是有重量的 压在我们的身上呢 我们一般称这种压力的大小呢 为一个大气压 或者说 一Bar 一ATM 或者等于100千帕这样 灭菌过程当中呢 里面是三个大气压 外面是一个大气压 就意味着内部和外部呢 有着两个大气压的差值啊 那这个差值会产生多大的作用力呢 那我们来个公式计算一下 假设舱门是一平方米大小 现在存在两个大气压的差值 带着公式就可以得到 最终结果约等于20吨 也就意味着呢 灭菌过程进行的当中呢 有大约20吨左右的力量 作用在一平方米大小的舱门上面哦 20吨大概又是多少呢 本期呢我们非常开心地邀请到了 大自然优雅的智慧化身 丛林和谐的守护者 大象了 一头成年大象的体重啊 大约在5吨左右 那我们刚才计算的结果 20吨嘛 就相当于呢 在三个大气压 134吨灭菌过程当中呢 舱门的另外一边啊 实际上有着大约4头大象 迭罗汉的 站在舱门另外一边 挤压着这个舱门哦 那么在干燥阶段 或者说在麦东真空的最低点的时候呢 那内部外部的压枪插呀 就反过来了 就是舱内的压枪相对来讲更低一些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相当于呢 他们外面呢 有两头大象 迭罗汉的站在上面呢 向内部挤压着这个舱门 而且在灭菌过程进行的当中呢 不仅是前后的舱门 每一个表面呢 都在承受着非常强烈的压力 那这种情况下呢 就意味着整个舱体的密闭性啊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舱体的密闭性出现了问题呢 这个问题很可能不仅会导致我们灭菌的失败 在整个舱体的内部在某些部位啊 或阀门处呢 如果发生了老化啊 极端情况下呢 甚至有可能会有爆裂的风险 所以呢 在我们日常对灭菌器进行维护啊 保养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对舱体整体的密闭性 进行一个非常严格而仔细的审查了 在大型蒸汽密菌标准 郭标GB8599里面呢 都有要求 其实现在的很多的机器啊 都会有一个测漏实验呢 测漏实验里面呢 非常简单 就是首先抽一个非常深的真空维持一段时间 在这个期间呢 那泄漏的速率啊 必须在一定的速率以下 才能够保证整体的密闭性是完好的 所以呢 在日常我们对机器进行维修和保养的时候呢 一定要很仔细的来对待灭菌器内部是否密闭的问题了 否则呢 考虑一下舱内四头大象冰冷而灼热的目光吧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我们本期想和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关注我们哦 不要漏掉我们的推送 我是小谷老师 和这些秩序招的熊猫一起呢 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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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